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如此 他青秋白凤九经过了几万年的锤炼 如今也能更加从容地应对各种场合 众神只见这位几万岁的帝后 也含笑意看着东华帝君轻轻拱手道 那便如帝君所言 此时的众神道西一口凉气 连颂一脸不拘生死的表情说道 这二人竟公然在大殿上 以如此正当的理由秀恩爱 诸人诸心啊 此话一说不禁想起了帝君和凤九在青秋 殡葬礼结束后帝君说的话 嘲笑他风流倜傥的连颂孤家寡人 如果不赶快回到九重天 怕是死了隔了几万年也没人找到 想到这里 连颂不由自主地抬头看了一眼 在大殿重视末尾的成语 九重天上今日风光以泥 大殿内金碧辉煌仙气缭绕 只见高高在上的东华帝君 再次轻轻拉住凤九帝后的小手 两人一步一步走向天后白浅 二人在白浅面前站立 凤九正与抬手取是从手中拖着的天后神喜 却发现另一只手 正被东华帝君牢牢地握住 无奈之下 凤九抬头称怪地看了一眼东华帝君 再看东华此时竟然笑了 微微一笑 松开了帝后的手 这一切在凡间夫妻的日常 今日竟出现在这九重天如此高规格的典礼上 就连一向以风流自称的连颂也不禁羞愧 恐日后风流二字与自己在无缘 大殿上 凤九双手从事从玉盘中拿上神喜 双手奉上 白浅自是端庄无比的接过这神喜 朝着凤九和东华帝君行了大礼 再转身 向众神行礼 至此 新任天君天后继位礼 礼帝 夜华白浅也是经历了三生三世的情路的 在秀恩爱方面 也是有自己独特的心得 刚才受了东华帝君和凤九的刺激更是新生一面 只见此时的夜华天君也是转向天后白浅 抬手整理白浅飞在并边的碎发 然后拉着白浅的手 慢慢走上大殿 扶着白浅坐好后方 才回到天君的坐踏上 此时的九重天大殿里 城市着两股逆死凡人的甜蜜 多亏诸位神仙定律够好 不然一定会觉得自己凄凉无比 成于此时方才某某懂懂理解了凡间那句 只见鸳鸯不献仙 新任天君天后坐壁 东华帝君与帝后 也早早地坐在一旁 接下来就是四海八荒 众神众君献鹤里的环节 这个环节可谓是眼花缭乱 天上陛下只有想不到的没有见不到的 因这四海八荒有了新的天君天后 所有的神仙妖魔都想要重新勾兑与天族的关系 恨不得将自己的不足与天族的关系 勾兑得像新婚夫妻一般 说起这夫妻关系 这四海八荒有谁没想过与天族联姻呢 本都跃跃欲试 可来九重天之前 就已经听说天君天后 帝君帝后抗力情深 且天后帝后又是不知关系 又同出青丘 而青丘又是上古时期就有的神族 在实力上可不是随便哪个不足能够比拟的 况且这青丘与实力逃灵的哲言上神关系极好 这实力这背景 四海八荒谁敢轻易挑衅 原本有这些传说后 神仙妖魔都压抑了想要与天族联姻的念头 今日典礼又看见东华帝君和夜华天君二位尊神 对待青丘的两位夫人 更是与众不同恩爱甜蜜 且帝后天后本就是四海八荒属于数二的角色 如今又都早已是上神 更是君主 两人刚刚行礼的时候举手投足 不仅美不胜收更兼有帝王之气 两人周身的仙泽更是气势磅礴仙气浓郁 随便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 还是保命安民要紧啊 于是 众神都迫不及待的想要献上他们 上天入地找来的宝贝 不到半炷香的时间 九重天的俯库据说已经堆不下了 看到这一幕 西海水君丧吉不禁轻蔑的一笑 原本这辉煌和荣耀是自己的 只因当初年纪小 分不清轻重缓急才有了这般下场 这么些年每回上九重天 都免不了被其他好事的神仙背后奚落一番 想到这里 丧吉看了看身边的东海神女灵溪 这东海的灵溪神女 是东海龙王的掌上明珠 自小仰慕东华帝君 但因帝君的传说始终微微缩缩没有行动 没想到金被比自己还小的白凤九 拿下了三清幻境 跌入这滚滚红尘中 东海神女自是不甘心 但又能如何 清秋自然他是惹不起的 东华帝君和夜华天君 更是他连仰望的资格都没有的尊神 但即便如此 地后看起来年纪尚轻 或许可以业余一番 不争馒头争口气吗 正想着 灵溪神女便站起身来 走到大殿中央 东海龙王之女灵溪 代表东海恭贺天君天后继位 愿忠心不二 为四海八荒的太平清新竭力 特此奉上东海神物蛟龙珠一对 哇 这蛟龙珠一千年才突一颗 之前太上老君炼丹 拜访东海十次才要倒一颗 没想到此次神女出手便是两颗 此时的东海 恐怕总共胜了也不足五颗吧 是啊 听说这蛟龙珠在蛟龙体内接接千年 拥有一颗蛟龙珠天上地下 任何有水的地方 任何有火的地方都能去 且不伤仙体 听到众神议论 白浅微微一笑看向了夜华 此时夜华感觉到天后白浅的眼神 便寒情默默地回了一个眼神 继而看向东海神女灵溪道 有劳神女不辞幸劳 为我天族送来蛟龙珠这等珍贵神物 赐东海祈福之力 允凡间人类祭拜 小女在此跪谢天君恩典 听到这个赏赐东海神女连忙跪下拜谢 有同等殊荣的也就只有南山的先翁了 天上陛下 如今只有东海和南山两出先进 得以获得凡间的朝拜 东海神女不禁得意地回到座位上 此时大殿之上的东华帝君和帝后 似乎早已不在其中的样子 两人不是交头接耳 用凡间的话来说 这叫尔宾斯摩 看到这 东华神女一时望行道 帝君与天后同出清秋 不知清秋可送上贺礼 凤九正在和帝君说着犯敬的佛头爷爷呢 突然听见有人提到清秋 赶忙打住看向东海神女 只见那神女一脸挑衅地看着她 凤九心想 看来又是东华帝君的乱桃花了 随机饶有趣味地看着东华帝君 东华帝君因自己的帝后 停止了与自己的悄悄话颇为不满时 听见了东海神女的话 头也没开看着正在打量着她的帝后凤九 眉望一挑 嘴角稍稍向上勾起 一副看戏的表情 这一表情气得凤九 恨不得咬她一口 但毕竟是清秋女君 且东海神女也说得对 众神都已经献完自家的真品 也该清秋了 想到这里 凤九正开一直被东华帝君牵着的小手 站起身来 缓缓走下大殿 东华帝君此时才抬起头 用眼神一直追随着她的帝后 凤九走到大殿中央 面对天君天后道 清秋女君白凤九敬贺天君天后继位 我清秋愿与天族世代交好 共保天下太平 说完 凤九再次拱手一败 坐上的白浅见到自己的侄女 如今形式作风如此端庄又落落大风 不禁微微一笑 满眼笑意的看着凤九 凤九自是抬头看见了这一眼笑意 心想着 还好没让姑姑失望 正想着只听见夜华天君说道 女君快快免礼 此次渺落大战 幸得东华帝君与女君合力 不计生死财宝这四海八荒生灵免遭涂 我天族必将永继清秋的情谊 世代交好 凤九听到自己的姑父在大殿上如此褒奖清秋 更是觉得心满意足 正预备拿出县礼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声音 清秋女君果然豪迈 令灵溪佩服 但今日毕竟是天君天后继位大典 女君难道动动嘴皮子就可以了吗 如此 清秋是不是过于自大了些 此话一出 大典至上的诸位众神纷纷看向凤九 又看看清秋白家的众位上神 一副看好戏的表情 却只见白家众位上神表情淡定的饮着杯中的酒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